哇 这怎么什么都有 走进空荡荡的教室 市长柯文哲透过远距线上教学 了解老师与学生的上课情形 包括室内设计 体育课与资料处理 等以实作为导向的科目 都可以使用库克云 Google Classroom等教学平台 让学生即使不在教室 也能持续学习 我可以讲话吗 那个蔡宇杰那个面具是怎么做的 蔡宇杰 露出你的真面目 蔡宇杰 他不是根本没有在上课 弄一个AI在那对付我们 因为疫情随时都还会有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 即使遇到疫情 也可以不会让教育被打断的一个系统 那今天看了几样 有那个教体育的 所以这个透过远距也可以上体育 还有一个是教那个废图的 还有一个是卧德的程式处理 在这个状态下我们透过远距 可以把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都打掉 另外一个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 习惯这种现代化 医化的设备 医化的做法 这个可以让台北更能够应付 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变化 我想透过学校来改变这个国家 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因应学生施打疫苗齐程 分台北市232所市立高中职 以及国中小学 皆完成规划于9月底10月初 进行第一次远距教学演练 除了确保学生熟悉库克云等 线上教学平台 也希望激发各领域老师 在线上教学的创意上 逐步达成培养学生 运用科技辅助自主学习的目标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